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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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日九夜的不開道之旅 來到最後一集 上集參觀了咸館主要的明星故事 這一集我們再輕鬆地走一走就回東京了 前一日去了咸館招市買了松葉牌做早餐吃 招市其實有一條蓋飯環丁 裡面有不同的餐廳 Ikura Ting 就是環丁裡面非常受歡迎的餐廳 Dime Ikura 就是三文魚子的意思 海鮮蓋飯就是餐廳的招牌菜 而餐廳裡面有英文或者中文menu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看不明白 除了海鮮蓋飯也有熟食 點了咸館湯 有蟹棒、海膽、三文魚子 咸館大魚湯有六款海鮮 有魷魚、蟹棒、海膽、三文魚子、蝦和帶子 吃完早餐想喝杯咖啡 但可惜招市裡面的十字屋咖啡店就沒有開門 接著就是Google Map 找了一間充滿年代感的咖啡店 坦白說就不太推介了 因為裡面除了充滿煙味之外 還有一陣潮濕的煤味 而且咖啡的味道也是很普通 喝完咖啡 突然間落很大的雪 我們就進了一個小商場逛逛了 我們發現這個咸館池前Bilu Anexu館有很多空置的店 拍攝時是12月31日 原來商場將於1月31日結束營業 地上有咸館麵包店King Bake 麵包也是採用北海道麵粉和牛油製造的 上面有小店賣食物造型的手作耳環 5樓就有一個書店 有一個區域就是賣北海道的旅遊書 想不到連新年賀卡都有十幾款的雜誌 以前去日本旅行 一定會去書店買日本雜誌 因為那些贈品真的很吸引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去買呢 不過現在比較少閒 通常有喜歡的都會預先網上預約送貨 這個合味道杯麵50週年特別版的包裝 真的很可愛 還有出杯麵形狀的加濕器 這個日清烏冬的包裝也很有趣 還有半島酒店的拖鞋 TWG的保暖杯 日本的文具真的很吸引 雖然已經不是學生 但是也會去LOFT或TOKYO HAND 塗文具堡 行完商場仍然持續暴風雪 於是我們去了排一個小時的隊 買了小丑漢堡回酒店吃 雖然外賣漢堡的樣子是一般 但是也是很好吃的 在酒店對面的巴士站坐機場巴士 大概20分鐘就會去到咸館機場 我們去程就是由成田飛新千歲機場 而回程就是由咸館飛雨田機場 可能因為大風雪 街上的人都不多 在這裡總結一下10天的北海道旅程 由道央的宅房開始 再去到小樽、漁市 再參加一日團 去到道北的玉川、美櫻和富良夜 再回到道央的登別 最後就由道南的咸館離開 大家最喜歡哪個地方或行程呢? 好希望趁這個機會 多謝大家一直支持北海道之旅 那麼耐心地等候 由3月播到7月 14集天氣都熱了 有誰是由第一集開始看的呢? 請大家在留言告訴我 說時遲哪時快 就去到機場了 機場不算大 約翰的櫃位不算多人 機場已經有新年的裝飾了 辦理完登機手續 我們就逛逛機場了 涵管機場的客運和貨運量 都是北海道第二 而第一位當然就是新千歲機場 雖然面積不算大 但也有5間餐廳 包括和食、拉麵店和咖啡廳等等 至於免稅店都有幾間 不怕早去到機場沒有地方走 當日免稅店還有福袋 我看過就是一些食物的手信 3000元性價比也不錯 再看看有什麼買 北海道三大拉麵 雜房、鹹館和旭村拉麵 這裡都有賣 還有鹹館八年老店的銅鑼燒 還有鹹館八年老店的銅鑼燒 我就買了北海道特別版的Royce禮盒 這裡有鹹館人氣BEST5 小秋漢堡店的咖喱 就是排第一位 買了花田牧牆的焦糖炮菇 真的超級超級超級好吃 大家去北海道一定要買 還有紅白藍袋的福袋 裡面有如是的蘋果汁和小食 還有北海道版的KiCat 還有北海道版的KiCat 品客薯片和動物餅 當然少不了北海道版的卡諾B 當然少不了北海道版的卡諾B 還有其他擺設和精品 還有其他擺設和精品 這個布墊就是五齡國的星形 還有前一天經過百番板咖啡店的咖啡買 還有時間可以用3000元穿和服拍照 三樑有免費的休息空間 日本航空在咸館機場是沒有貴賓室的 過關之後就要找個地方坐 這裡可以如是買由羽田空港 搭京急線的車票 Monorail 的票都有 這裡有一間咖啡廳 景色不錯 可以看到停機坪 咖啡廳有雜房啤酒 蕎麥麵 咖哩飯 小食等等 禁區也有一間小的手信店 也可以買到飲品 原本飛機是2.55分起飛的 但因為大雪關係延伍 2021年我坐了4次飛機 又3次都延伸 真的好黑仔 還有新年旅遊旺季開始 機場都聚集了不少人 全日空的航班都因為大雪而誤 如果一早知道會延伸 應該就會在外面再逛逛才進來 一行好好又提供筆織布袋 可以套著手袋 避免直接放在地上那麼髒 過了一個半小時機師才到 還要跟乘客、局員工才進去 等到天黑 延伸了兩個小時 終於登機了 介紹一下我們坐的JAL767-300 這架機沒有頭頓倉 只有商務和經濟倉 商務倉有7行 222排列 一共有42個座位 而15至50行 就是經濟倉 232排列 一共有219個座位 因為是內陸機 所以設施都比較簡陋 但是我就欣賞 機內有免費WiFi 不算快 但是WhatsApp也沒有問題 而座位就是沒有電視 調節座位就是要用手動 餐桌就在扶手裡面 終於都等到起飛了 機內的燈光都調暗了 其實這一層商務倉 和經濟倉的價錢 真的分辨不大 單程只貴幾千人 我們的機票單程 每個人就是15000人 所以不可以要求這麼多 整備elets FLNikroom、平日公司 和平日的國際線特選經濟倉 有點齁 如果比較高的人坐 就會讓經濟倉鬆舒服 這層機 兩小時的機程 商務 bed 都沒有食物提供 只是得椰飲 比較特別的丸飲 牛肉湯 商務艙的好處就是坐得比較前 比較早可以拿到飲品 因為商務艙和經濟艙 並非有不同的空組服務員去派發飲品 晚上乾樂看夜景也不錯 來錄機的好處就是不用過海關 可以直接拿行李回家 這條片就到這裡 再次衷心多謝大家14集的陪伴 下一條片我們會去日本東北看狀王樹冰 喜歡的記得like、subscribe、comment和share給身邊的朋友 還有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